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我們課程的藍本其實都源於台灣走了二十年的生活律動課程 很簡單地說就是透過身體學習 透過它最基本的媒介也好 窗口也好 它就用這件事去到學習 很多課題都是要觀察一件事 令他們幻想自己是那個物件 然後用身體模仿出來 他們將心裡感受到的轉化身體的動作 將身體的知覺逐步去打開 然後將它建立出來 了解自己的身體 了解自己的能力 他們才可以接受自己和認識自己 這裡其實我們沒有對和錯 每一個小朋友看到一件物件 其實他們所理解的東西都不一樣 所以他們所模仿出來的形態都不一樣 這個課程就是給小朋友發揮他們的獨特性 他會覺得自己有一個價值 如果他建立了同樣地 他都會懂得和別人相處 去得尊重別人 我們以前真的沒有這些課程 因為比較深 和外面的玩具是完全兩樣東西 即是正很多 參加完感動課之後 個人是積極了、大膽了 自信心是強了 他會知道做什麼動作 是告訴你他生氣、不開心 或者他很開心 除了動作這方面 他就很強 學會安靜 藉著音樂可以令他安靜一下 上到這個課程後 真的幫了很多 很感謝 很感動 這個課程 教了我孫子這麼多東西 是很感謝你們 令到小朋友 有一個很好的成長環境 尊重了